Hadama 接下來我們要詳細介紹 就是量子電路裡面的每個Gate 或者是每一個狀態是什麼意思 其中你看我們剛剛用到最多就是H Gate 那H的全名是Hadama 所以說我們會詳細介紹HadamaGate是什麼 此外我們上 剛剛下面的圖案是測量的結果 但是我們現在接下來要思考HadamaGate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不能只看測量結果 我們要看中間發生的過程 那要看中間發生的過程的話 我們需要就是要看StateVector的狀態 然後我們才能知道的過程 所以說就是我們可能要在這個單元 會介紹這兩個概念 首先就是在介紹這個東西的時候 上面有一個小小的鈕 就是inspect 然後就是如果要思考 就是首先我們先把下面換成StateVector的Windows 所以你看剛剛這個Windows跟剛剛的畫面 是有點不一樣的 就是這邊是StateVector 再來我們就按上面這個鈕 這個鈕是inspect 它變綠的時候就代表說 程式會 就像是我們寫一般程式在PyTron 或者是在Visual Studio Code寫Python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執行我們程式 然後看程式中心執行的過程 程式中的變數變成什麼 然後來執行我們的程式 所以說就是我們這樣就可以了解 我們中心程式執行這一行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執行那一行的時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要注意的事情是 就是因為IBMQ這個是在 量子雲是在它在模擬器上跑執行 所以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如果要增了量子電腦的話 因為有就是 我們如果要看中間的每個Qbit存的數值 其實就相當於做個測量 那其實做個測量的話 測量其實是會破壞它儲存內容的 所以其實我們實際在量子電腦上執行的時候 我們不能在執行到一半的時候 看它叫程式印出來 它自行的狀態是什麼 因為這會破壞它自行的狀態 但是在模擬器上我們是可以怎麼做的 然後就是給一些小的Circuit 在模擬器上可以執行的Circuit可以怎麼做 但是如果真的你要把一個非常大的Circuit 只有真的量子電腦上才能算出來的話 那這樣的話這個方法 就必須要更就是先搞預知 就是大概我們要怎麼做才對的 然後再算量子電腦上跑才能夠跑出來 那為了解釋清楚 就是StateVector這個到底是什麼 就是它就是我們之前說的狀態 那為了解釋清楚我們在Inspect Inspect開Inspect之後我們按這個鈕的話 它會就是一步一步 列出執行到這一個藍框的圖案 執行完之後它的狀態是什麼 那它的狀態就像我們之前說的一樣 就是它像是光的偏正或者電子的能接 或半導操造體的能接之類的 那就是基態或激發態之類的 就是它會把它表成 總之它就只有兩個狀態 用另一個應用來表示 就是我們不會在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深入的介紹 了解下面的物理實際 它到底用什麼物理 我們就只要知道它物理有兩個狀態 分別是0跟1 這是我們就要知道的事情 那左邊這個東西是 所有可以放的Gate 我們可以拉這個 點這個放大 但是我們就把它縮小 因為為了省空間 好 點這個放大裡面之後 你看數字一槓 然後如果對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按右鍵 它下面information 它數字一槓按右鍵可以看information 那裡面就會講說這是barrier 那barrier就是它其實並不是真的做什麼事情 它就只是一個 它就告訴這個系統 因為你知道就是我們雖然設計量的電路的時候 它是幫助大家用一些邏輯的方法來設計量的電路 但實際上真的量的電路 真的送到量的電腦去跑的時候 你這些設計量的電路的邏輯 不見得真的可以在量的電腦上去跑出來 就是你要真的設計一個物理系統 就像我們說的 就是如果你要做H 你要它本來是個偏正 你要把它轉45度 你必須要用一個方法讓它轉動偏正的方向 要轉45度 那或者是你的物理 它用來實作量的電腦的超導線圈 它們不見得真的很方便轉速度 它可能很方便轉 角度可能更小之類的 12.5度之類的 然後你可能就實際你要轉三次 兩三次才可以轉到 或者是就是我們剛剛有些control nut 但也有可能就是實際上在超導線圈上 做control nut不方便 所以就是實際上在超導線圈上做什麼 方便做什麼 這件事情就是很難說 然後我們也不確定超導線圈做什麼 比較快速什麼比較不快 但這些都不重要 就是應該不是說這不重要 這重要 但是這件事情IBM的程式 他們會幫我們處理 就是他們會 當我們設計好一個電路之後 他們會想辦法把我們電路轉成 就是那個超導線圈上可以執行 可以用的Gate 然後並且在超導線圈上可以用的Gate之後 再放到超導線圈上去執行 對 所以說如果我們一開始放一個barrier 那barrier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轉化過程中 可能本來量子電路長這樣 它轉成之後長得完全不一樣 那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會偵測到有些Gate是互相抵消的 它可能直接把那些Gate刪掉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是為了要了解Gate互相抵消 因為你知道就是像我們剛剛裡面說的 就是量子電路執行之後 真的在量子電路上執行之後的結果 跟理論上的執行結果 其實可能不一樣 因爲就不一樣 那你可能就想要了解 理論預測跟實際預測的差異是什麼 但是如果它把你那些Gate做一些化解的話 那可能就是不是你想要 你就可能沒辦法得到那個差異到底是什麼 實際的差異 所以說它提供的這些barrier barrier就是請不要把barrier 左邊跟右邊的東西放在一起做化解 然後簡化前後的Gate 那對來變量子語音而言它的功能是這個 那如果我們要理論上來理解的話 它也是就是 就使用上而言它的效果就是 你比較能夠清楚就是 我們剛剛畫三條barrier就是 我們有準備階段 然後傳輸階段 傳輸的時候被竊聽 然後竊聽完之後 收到中興大學足跡 跟我們來玩 其實收到竊聽的結果 然後分析 所以說我們可以用畫線 然後把不同階段的人 用barrier來區分開來 就是對我們眼睛也看起來比較清楚 就是看這個色可以知道我們在幹嘛 但是它理論上而言它不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它不應該要改變state的狀態 它不應該要 它不應該實際真的做些什麼 就是改變狀態的事情 所以說如果在我們把一個barrier 然後它藍框框在barrier 下面的state vector 應該就是在barrier之前跟代barrier之後 應該都同一個state vector 它不應該要改變state vector是什麼 所以說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是0 然後它不應該要改變0 好 那我們有說就是state vector 為什麼這邊是0這個1呢 就是我們有說一個qubit的話 就是它有兩個狀態嘛 就是像偏正方向一樣 就是偏正x方向是0 然後y方向是1 或者超導線圈 基態是0 激發態是1 然後它可能會有一定的 它可能是一個向量 所以有一定的45度的話就是 但是它不見得一定永遠只是這兩個向量 它可能是中間的混合 例如像轉45度 那轉45度的話 就是這個東西乘以cos45度 然後sine45度 加上這個東西乘以cos45度 sine45度 反正就是把它就是成根號2 然後混在一起 對 所以說它所有可能的狀態 可能是任何一個這樣子的向量 然後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做任何之前 它的狀態是0 然後表示相當是1跟0 對 那如果我們一開始 我們去用一個Hgate的話 Hgate就是HadamaGate的話 那這個向量就會變成 變下面下這個樣子的向量 就是0.707 然後0.707 那0.707這個樣子的向量 它其實是因為我們的量子電路 它並沒有實際用無限精確的代數數來做計算 它我們都是用假設就是負點數 但它其實代表的是根號分子1 就是根號分子1 然後1,1之類的 那為什麼是根號分子1 就是因為它是1,1嘛 那如果我們要希望 alpha絕對值平方 加β絕對值平方 然後等於1的話 然後alpha跟β都是1的話 我們要normalization 我們要把它 我們希望alpha絕對值平方 加β絕對值平方 等於1的話 那就是根號根號這塊 所以說就是根號根號 對 就是這邊就是根號2 然後我們稱這個state叫加 就是因為它是0和1加在一起 然後除以根號2 對 那也就是說hgate 如果它看到0的時候 如果前面是0 白個hgate之後 只希望hgate會變成加這個state 然後就是0加1除以根號2 那如果我們把h 用在別的gate的話 會是怎麼樣呢 如果我們要把它 用在1這個gate的時候 我記得之前好像很久以前 沒有 composter沒有 就是如果我們要做出1這個state的時候 但是對IBM量子電腦而言 我們永遠一開始只能把它initialize成0 它不會initialize成1 所以說就是它永遠一開始都是0 但是hxgate的功能就是 我們看到0就會把它轉成1 看到1就會把它轉成0 如果我們一開始是0的時候 我們可以apply一個xgate 然後它就會變成1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說 它變成1之後 下一步我們就可以 我們再擺一個h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說hgate作用在1這個state 就是01這個向量之下 它會得到什麼 那它會得到的東西 如果實際執行在下一步的時候 然後看完hgate之後 開頭的東西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0.707 然後負的0.707 那其實它就是根號分子1 然後下面是負的根號分子1 那或者是0state-1state 然後除以根號2 然後我們把這個叫減 因為中間是減號 那如果我們知道hgate 把0跟1送到什麼東西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它把別的東西送到什麼東西 例如說它把加這個state送到什麼東西 如果我們要看到 加這個state送到什麼東西 那我們知道 0經過也是h就會變成加 那h再碰到加的話 0經過h會變成加 1經過h會變成減 那加是什麼 加是0和1相加 除以根號2 所以經過h之後 0會變成加 1會變成減 所以這是加 這是減 那我們把這兩個相加 1除以根號2 那加1跟-1會抵消掉 所以說就是 這變成兩倍的0 然後除以根號2 然後這邊再除以是根號2 所以是根號2乘根號2 然後所以最後算出來就是0 所以說我們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如果只要知道 它0送到什麼 1送到什麼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 對任何一個加 或者是別的αβ的話 它會送到什麼東西 那大家可能會說這αβ送到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還是有點 就是α加β 然後上面是α加β 下面是α-β 然後除以根號2 還是有點就是 你很難記 就是如果你可能會覺得很難記的話 稍微更簡單的解釋就是 首先如果我們 假設我們 αβ只考慮時數 比較簡單 我們先不考慮虛數 就是完整的情況 當然我們要考慮虛數 就是複數之類的 α跟β都有虛數 但是我們現在只考慮 就是考慮時數 好 如果這是考慮時數的話 α跟β有兩個平方 加起來等於1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表表成 cos c-da加 和sin c-da 也就是說 前面這個狀態相當於 它偏正的角度是c-da度 你可以這麼想 對吧 做一次h之後 我們把它變成 根號分之一 cos c-da加sin c-da cos c-da-sin c-da 那我們知道 根號分之一是sin 45度 cos 45度 都是根號分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把根號分之一 換成sin 45度 和cos 45度 然後用sin 和cos合角公式 就變成sin c-da加45度 cos c-da加45度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 h-gate 如果我們只考慮時數的時候 HK基本上就相當於 轉 45度 也就是說 這是我們之前量子 偏正觀的時候說 量子電腦跟普通電腦的差別是 量子電腦可以轉 45度 然後你本來的狀態是什麼 我們都可以把它轉 45度 那就是或者轉 30度 60度 但是 45度 至少可以轉 45度 同時數在0跟1之間的狀態 所以說如果我們需要那種 所謂的新聞上講的 同時數在0跟1之間的狀態 我們就用h 然後轉 45度 轉 45度 轉 45度之後 我們心中想的就是 它其實就是轉 45度 然後它就可以 處在類似0跟1之間的狀態 那你說老師 就是你只考慮alphabet的時數 如果它是虛數的情況呢 這個就是要用 我們之前量子計算入門 那邊裡面提到的 Blasphere那邊 就是如果是任何一個 就是1 qubit的State 都可以對應到 Blasphere上一個點 第五章的時候 有討論 而且就是說 不會考慮Gloogle Face 然後對應到 Blasphere上一個點 那任何一個1 qubit的Gate 其實就相當於 固定某個轉軸轉動 所以h其實在Blasphere上也是轉動 只是它的轉動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它其實也是一個轉動 所以說不管怎麼樣 它都是一個轉動 只是它的轉動就沒有那麼簡單 而且就是你要證明這件事情 稍微複雜 我們就先不討論 所以總之就是這個挺複雜的 但是這是對的 基本上1 qubit的Gate 我們可以想成都是 Blasphere上的轉動 那hGate 尤其是hGate 它更 它就是轉十五度 然後xGate可能是轉九十度 但是如果用Blasphere 考量敘述數在三個空間的話 它還是一個轉動 可以算 好 接下來我們討 1 qubit的Gate hGate我們討論玩家 我們討論兩個qubit cNugget 下一個單元我們討論兩個qubit cNugget 我們討論兩個qubit cNug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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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ugget